我们在公司的卖给发工具了 好,卖给发工具了 其他的不用,就是油菜 就是一种回归大资源的体验 就是觉得心情很好,很舒适 我们乌原油菜以前是用来炸油的 在乡村旅游的推动下 在它花开的季节 直接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 增加收入的摇钱树 就拿摇完景去来说 一亩甜的油菜 在传统经济的收入基础上 直接翻了三番 我们油菜花季的油颗量 是我们连油颗总量的60% 那是今天早上到的 涂涂在团队中 也要做出来我们的情况 失败 3上班 3出来了 3上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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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下班 4下班 4上班 3上班 5下班 下一步我们县里面 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 依托现有的油菜花经济 就是不断完善油菜花的产业链 打个比方说 就是下一步 我们就会推出这种 油菜花的衍生产品 也就是说菜油 包括一些其他相应的生态 种植和养殖产品